經營餐廳還有帶領整個團隊 經營餐廳還有帶領整個團隊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態度 還有就是說向心力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細節 我也都會再去確認 整個團隊合作的一個默契 這個會影響到我們每天的順暢度 那對食材的品質的管控是我非常重視的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料理 我覺得有哪個部分不滿意不好 我們馬上就撤換掉 我馬上就會重做 每天對我來講早晨的一杯咖啡 有一種振奮精神 讓我覺得說一天的開始都是很美好的 就算昨天有什麼 我們覺得不開心或者不滿意的地方 但是會因為一杯咖啡 你會重新開始的一個希望的感覺 那咖啡希望能夠是一個很平穩 而不是說今天每個人操控出來的咖啡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Nespresso的咖啡出來的品質 穩定性各方面 我們都覺得不用太多去擔心 今天會做的第一道菜是這個 放蘋果的一個壓乾 把能壓乾做成一個蘋果的樣子 我們這次是選擇這個 Nepal Lémson的咖啡 它是有烘焙穀物的像烤麵包的香氣 所以可以平衡整個壓乾的油膩感 我們一開始準備壓乾去筋膜之後 再把它蒸過 然後搭配炒過的蘋果 然後放在它的壓乾的中心點 又把它放到一個模子 裡面去讓它冷卻 冷卻之後我們再來塑形 塑形之後我們再沾上一層的巧克力 後面還有咖啡的鏡面 然後再加上一個巧克力做的一根 這次魚我們搭配的是Nespresso 用回收的咖啡渣找了一個合作的農場 種植出來的青江菜來搭配我們這道魚 我們這次是使用這個澎湖的秋菇 那我自己蠻喜歡秋菇的 它吃起來有一點蝦子的味道 整個口感很清脆 味道也很甜美 因為客人信任我們 所以我們在做每一次的料理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專注 唯一就是我們真的不想要讓客人失望 因為他把每一次最重要的日子交給我們 所以我們珍惜每一次他們給我們的機會 我們就會好好的表現